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3月1号公布拜登政府的2021年的贸易谈判议程 当中特别列出中国多项强制且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包括在新疆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等 此外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特别点出 台湾在美国农产品包括牛肉与猪肉进口方面的管制并非是基于科学 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一来介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3月1号公布了2021年拜登政府的贸易谈判议程年度报告书 当中列取了拜登政府接下来一年将要进行的贸易谈判的一些主要的目标 同时也回顾了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美国与各国包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关系 那么在拜登政府的议程当中 他说拜登将让美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当中复苏 视为要务 并且将会增强美国的国内投资 巩固美国的经济本体 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谓的重建美好的政策 那么此外在保障美国劳工处理气候变化的议题当中 这份报告书也特别把中国给列出来点名 列为拜登政府要来特别处理的贸易的问题之一 那么在这份报告书当中 关于中国的部分他说到中国强制而且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伤害到了美国劳工威胁了美国的尖端科技 削弱美国的供应链的韧性破坏美国国家利益 需要以竞争战略以及更系统性的手段来因应 正在对美中贸易来进行全面性的重新审视 而且将运用所有的手段来应对多项中国所方面带来的这个挑战 包括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限制市场进入 政府允许的强迫劳工项目 包括在新疆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地区的强迫劳工 还有某一些产业的部分供应 不公平的补贴及进口代替以及出口补贴 强制科技转移 非法取得以及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与数码 还有网络的种种的审查跟限制 那报告书当中也特别点出 美国要跟盟友一起在五大产业的领域来对中国施压 这五大产业分别是钢铁 铝财 光纤 光电 以及其他中国政府关键供应者的产业 而在这个贸易代理办公室的年度报告书当中 也特别提到了2020年1月15号 美中签署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 当中就有规定说要求中国要对其经济 以及贸易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在知识产权 科技转移 农业 金融业 以及汇率跟外汇方面要进行改革 另外是中国在2020年以及2021年 要额外购买美国的商品 那在报告书当中还点出最重要的是 美中之间也建立了一个能够成功 来进行的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 那么在这一份的报告书当中也特别指出 美国的贸易谈判官员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上 还特别针对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的做法上 如何影响到了贸易 另外还因为美国跟日本的要求 针对中国以及越南的网络安全行为进行的讨论 此外美国本身也对中国进行了301条款的调查 那么这份报告在谈到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了几个美国方面特别关注的项目 包括说美国持续追踪台湾是否遵守2016年台美贸易季投资架构协定 批法当中的承诺 另外是他认为美国的台湾的农业政策并没有基于科学 尤其在解除美国猪肉以及牛肉进口方面 另外是台湾在进口稻米的农业杀虫剂上限的限制 以及对美国农业生技产品设下的壁垒 此外在知识产权还有医疗用品的价格 以及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方面 美国这方面都表示了关注 最后还说在有机产品方面 台湾是美国第五大市场 美国在2020年向台湾出口了2900万美元 但是仅仅从台湾进口了22825美元的相关产品 那我们知道了开放美国的牛肉跟猪肉进口 在台湾已经引起了政治的纷扰 那目前在野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发起了反对 有这个很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的公投联署 那么现在这个联署人数已经突破了75万人 预计会在这个国民党的主席将启程就职 满一周年的3月9号正式提交到中央选举委员会来 此外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众议院的议员 Tom Tiffany还有Scott Perry呢也在2月26号提出议案要求了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终结一中政策 与台湾建交 那决言当中呢还呼吁说要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要尽快的跟台湾重启 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讨论 另外呢是拜登总统在3月1号的傍晚呢 也就是我们节目部署的这个时候 与墨西哥总统来进行双边会晤 那么双边的会谈 那么这也是呢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第二次的正式双边会谈 第一次呢是跟加拿大 那么这样他们会讨论的五大议题分别是应付移民问题 经济合作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五大议题 好了 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